作詞・作曲 初音ミク 我的朋友的活動 然後他也是去參加他朋友的活動 然後那時候就因緣際會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互動的蠻好的這樣 因為你講的好像是馬上 沒有馬上啊然後馬上 好像作為玩一玩就在一起 哪有有一個很大的過程 FB就是發一下訊息就這樣 哪有那麼簡單 剛好他就是很客套啊 就是哪有人會在活動結束之後在FB跟你說 欸什麼今天很開心啊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真的想說老公太高 你一推啊啊我說162喔 我就不行 我沒有穿那個拉長頓體的 但是他說他那時候是整組啦 因為我們那時候桌子也有分不同的組 他說是整組的人他都有這樣發一個訊息跟大家講 真的嗎 對啊啊當然那是謊字啊 所以你真的有發嗎 有喔真的有發 但是我們重點只有一個嘛 那時候應該是聊了兩三個禮拜吧 聊了兩三個禮拜就蠻密切在聊 然後兩三個禮拜之後我們就 算是第一次出門吃飯 對啊 然後那時候陸陸續續又吃好幾次吃飯 如果是第一次約會應該是那個 新色谷坊 那時候已經在一起了 那時候比較特別是 是那一次就是 因為我之前工作的時候 然後有被人受傷這樣子 然後我本來那天晚上 是有跟他約要出去吃飯 然後當下我就是第一個反應就是 欸就是趕快打電話跟他說一下 說不然我受傷這樣 我沒有辦法到 然後從那時候就開始有一個意識 就覺得說好像真的蠻喜歡他 喜歡到會當下就直接跟他說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才決定說就是 等我那時候養傷差不多了 我就直接跟他告白這樣 然後就從那個七集開始就在一起 他的優臉就是很認真啊 他是一個很認真負責 然後我覺得也很上進 然後跟細心 我覺得他還蠻貼心的一個人 就是別忘了他就會記得我贏到要喝什麼啊 然後就是會去幫我買啊 或是記得欸 嗯 我有什麼特就是喜歡吃的東西啊 特別喜歡的店啊 這些他都會記得 我就覺得很貼心 就很善良啊 然後又很聰明 所以說他那時候看到他會覺得說 哇他能力很好 然後很會做事這樣子 會覺得說可是他又是那種比較親民 他不會說給你一個距離感很重這樣子 沒有你的兩手不用一樣啊 欸對你可以譬如說左手摸 右手就是不用 對對對對對這樣也可以 啊不要給人家剝很乾淨啊 對慢慢幫他剝頭髮 你的大拇指 放鬆 對對對對對 一樣也是十指啊 不過頭髮又十指啊 對我來說我覺得說我們的相處啊 然後一切都很舒服 然後是有一天就看他會覺得說 欸 好像 想要跟他過過不一樣的生活 就是 共組一個家庭的感覺 因為像我其實我是一個 我們家小孩 我們家有小孩四個 所以其實我是一個比較重家庭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也比較喜歡說 就是我們 以後是 要有小朋友 然後怎麼去教育小朋友 然後怎麼去 雖然會有很煩的時候 那一定也會有說 就是感覺有小朋友很甜蜜的時候 然後會覺得說 欸 相處到現在來 那我們一切 兩個人之間過得很好 那好像也階段性的 該去跨出下一步 然後去過過不一樣的挑戰 在那裡 Zither Harp Zither Harp